來到桃園大溪 哎呀來到桃園大溪 怎麼能不來大溪老街呢 那大溪老街其實是整個大桃園地區 發展最早的地方 那從前呢 這個小帆船是透過大漢溪 行駛到淡水河 去跟大陸合作做生意 那生意越來越興盛嘛 就造作了許多商號與商骨 日志時候非常流行 巴洛克斯的建築風格 各個商號他們就融合了 巴洛克斯的建築 再加上閩南傳統圖案 包括羅馬柱子 中式的魚 蝙蝠等 祈求吉慶的圖案 把它混合在一起 就變成了大溪的特色 那其中呢 和平老街這一條街 因為他們開發比較晚 那老屋保存的也比較完整一點 再加上特色商店林立 所以也變成了大溪老街裡面 最熱鬧的地方 而接著呢 我要帶大家去品嘗的 就是會讓你感覺到 濃濃復古味的餐廳 就是獎金國總統最喜歡吃的香水麵 我們可以回顧到 以前民國幾年的時候 那個時期的 那種感受 那種歷史的味道 我們也可以吃在口感裡面 吃起來有一種很濃郁的味道 然後有家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好吃 店內懷舊氣氛 彷彿讓人掉進時光機 考客不遠千里而來 也是衝著這碗金國麵 用50斤雞骨排骨熬煮出來的高湯 加入小蝦仁 小蝦米海帶 以及關妙麵烹煮 另一頭還有關鍵做法 最主要這個洋蔥一定要炸過 洋蔥跟金蔥下鍋炸到微焦黃 趁油鍋內充滿蔥的香氣 再把雞蛋炸出雞蛋絲 放在煮好的面上 長燒人就是他正義德 以前當兵時 是前總統蔣經國的火防兵 當時要替他煮出一碗絲香麵 前後試了三次才成功 煮出來 結果我們金國先生搖頭 我要去煮第二次 他還是搖頭 我又硬著頭皮要去煮第三次 我們金國先生說話了 沒有牙香味 沒有媽媽的味道 他就告訴我一下 有需要什麼 煮麵的時候的訣竅什麼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洋蔥跟蔥 一定要炸到要焦不焦 有了蔣經國指導 成功煮出這碗金國麵 讓他讚不絕口一解絲香愁 這碗麵融合蔥蛋香氣 西部獨特味道的關妙麵 口感有咬勁 高湯濃郁鮮甜 不過原本的麵條其實是外省麵 但後來蔣經國身體不好 正義德才把麵條改成關妙麵 我就用瓜妙麵來煮這個 金國麵就是絲香麵 煮端好在金國麵前 我們金國先生一吃 哎呀我又可以吃到媽媽的麵 兩年後正義德退伍到民間餐廳工作 一身好手藝的他研發出一道紅燒魚 調味料就只有米酒跟魚露 把鱸魚用米酒魚露去腥調味 火粉下鍋炸 另一頭用蔥蒜爆香 醬油辣醬勾芡 高湯絕對不能少 醬汁最後淋在炸好的鱸魚上 這道魚肉質鮮嫩 吃起來鹹香微辣 完全能收買味蕾 深受藝人張飛喜歡 所以這道又叫做張飛紅燒魚 我們張飛帥哥很厲害哦 他可以把那個張飛紅燒魚吃到頭跟魚尾跟骨頭是不斷的 而且是把所有的魚肉都吃光 道地郡村菜還有這道口水雞 有了百葉豆腐的香氣 還有桂竹筍以及洋蔥的甜 搭上軟嫩雞胸肉 讓舌尖開啟一場懷舊旅行 居哥來了一定要吃這個 因為我們居哥也是賢村的香 因為吃的有媽媽的味道 鄭義德手藝好到連藝人陳生都在木板上 打趣的寫著老闆很臭屁 他是蔣經國的火防兵 鎮商名流慕名而來 但是身為嘉義人的他 來大溪開店也是為了蔣經國 他在走的時候 我每年都會抽空來看他 前前後後大概十幾年快二十年 有一天我經過我們家門口 看到這個房子好可惜 這麼好的房子進來空著 我就想說我的年紀也差不多了 也需要製作一個店 然後以後我就可以三步 想到金國先生 我就可以去看他 開店八年堅持下去 就是希望讓大家品嘗到 金國麵的美味 以及滿足應律思想愁 我一定要把這個金國麵 煮給大家吃 好 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金國先生 他不是喜歡吃山珍海味 他就像大家一樣 都是吃很頻繁的一道菜 今夜 我沒有想到